玩具店老闆他把某個玩具飛機 以定價打了八折 所謂的八折就是乘上0.8 打了八折之後的售價1080元賣出 則他可以賺多少 180 那麼他如果依照定價打72折的售價賣出的時候 可以賺多少錢 好再講這一個的東西 我們先做一個提醒 我先認識幾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成本 第二個叫做定價 第三個叫做售價 定價跟售價 什麼叫做成本 如果我今天花了100塊買了一個東西回來 假設100塊買一支筆回來 那我今天想要加上三成來賣出 我要加三成賣出 所以我今天的定價會寫多少錢 加三成吧 所謂的加三成就是乘上幾倍 就0.3 沒有 應該是除吧 不是加三成乘上1.3 你剛剛的0.3叫做打三折 所以如果加三成就是乘上1.3倍 對對對 所以我把100乘上1.3 也就是130塊這個才會定價 那售價就是我如果定價賣不出去 我會做打折的動作 所以我說今天我想要打9折 ok我今天打9折 所以我再把130乘上 0.9 好91這個叫做117元 就是我最後賣給客人的價錢叫做117 那我賺多少錢 17塊 17塊 所以幾個概念 成本 定價 售價 還有賺的錢 好 回來這裡 我今天成本不知道 可是我照我的定價 我先講啊 我照我的定價打八折 所以第一個 我定乘上0.8之後 會得到我的1080 ok 所以定價等於 1080 除以0.8 0.8 1350 好 除起來叫做1350 對不對 可是這個1350元是我的 是定價嗎 對不起 這1350元是我的定價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我知道定價是1350 再來 剛剛講的 我說如果我今天用1080元賣給你 我還可以賺多少錢 180 180 所以我就把1080 去扣掉賺的錢 其實這是我什麼的錢 成本 成本 這個900 是我的 成本 成本 好 繼續 如果我依照定價打72折 去賣出 我可以賺多少錢 1350 所以最後一個動作 我把我的定價1350 今天要打幾折 7 7 7 2 7 2 2 7 7 7 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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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就會等於72 好這就是我賺的錢 ok 這一題